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算大的吗 这个应该很肥 这个大 一口的是最好吃的 有点圆的 我觉得挺好吃的 轻松的 现在是第四天早上,刚刚起床,还没刷牙洗脸呢 然后我们早上现在准备拔营,然后去往下半部分营,就是西南的方向再看一下 今天天气依然是非常的好,但是据说今天温度很高,有35度 这是蜘蛛啊,这比这进口盖还要大很多 所以在澳洲每天早上,你们都要检查你们的鞋子,还要检查你们的装备 不然一碰到手,一碰到的话,对不对 在收拾好装备后,我们一行三辆车就离开了卡拉克斯的二号营地,前往岛的西南方向 由于最近吃海鲜吃的很爽,一路大家也是意犹未尽的聊起了这个话题 昨天你都已经看到龙虾了 对吧 怎么摸到水了,就是拉不出来 有多大那个龙虾 有多大那个龙虾 有一次应该是挺大的,其他的都不大 可惜可惜啊 不过最近我们已经非常丰盛了吃的 以后来海边录音就要搞一个视频 我负责提供桶啊 还有吃啊 有队同车 我们现在在这个Camping Ground 也就是Camping Ground这个营地啊 这个营地非常大,还有厕所 我们绕了一圈 这个是在那个岛的上半部分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还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是拖房车过来的话 或者是你是不想住那个太野的地方的话 这边非常好,公路直接铺到门口 而且设施很齐全,景色很美 旁边下去就是海滩 我们下去走去看看啊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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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现在前往这个 在 WhatsApp 引力转了一圈后 我们继续南下 我们现在前往这个 岛上 Wanda的一个 那个观看景点 这是我们第一个的观看景点 这个景点 是河马顶口上面推出的 然后我们马上就快到了 这个应该是这边的一个路靠的 就是一个观看景点 这是它的名字 然后你看它这个不可以游泳 然后底下会有暗礁 还有大浪会滑倒 这边都有警告提示 所以呢这边还是不适合游泳的 景色最漂亮的一处景点 目前为止啊 我们转了昨天和今天早上这一块时候 这个是最漂亮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感觉有点像小十二门徒的感觉 尤其是那边的岩石 特别像十二门徒的感觉 Tim感觉怎么样 这里漂亮吗 天旷神一吧 非常漂亮 而且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因为还有个沙丘在后面 对 一般这种海岸线也很多 但很少又有沙丘 又有这样的海岸线 对 非常好看 那我们去塔斯玛尼亚 其实类似的比方 但是没有沙丘 还是 但它会绿油油的 就是不一样 嗯 不一样的 我带大家去前面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我觉得风景更好 然后可以站在悬崖的边上 然后看底下一览无疑 看底下那个礁石 然后海浪拍打这个礁石上面 那个溅起的浪花 白白的浪花 特别的雄伟壮观我觉得 然后尤其远处那个礁石吧 溅起浪花更大 但是我们这边距离太远 没办法走过去了 只能远远的观看 稍微有点遗憾啊 那边那个岛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上去 因为这边水流还是太湍急了 整个海岸线非常好看 1月2日目被下 controversy 1月2日目被下来 均等下来 我还要对 它是在市场上 你会发现 低优优独播 我都已经在线 Ricard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返回车子准备去下一个景点 希望下面的景点会一个比一个好看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Trek叫Cota Rock Track 然后呢这边的还是比较荒凉的 但是很漂亮 这个地貌在那个围省是看不到的 都是岩石和非常矮的植被 我看到 我在河南路上面看到这条路了 这个就是属于Trek了 对对对 哇这边景色太好看了 赶紧上来看看啊 这边还是挺开阔的 这边是到了沙地了 因为靠近海滩边了 我们刚从那边一路过来 沙还挺硬的一开始 突然一个拐弯之后呢 然后那沙瞬间一下变转 然后我那还稍微那陷了一下 我切到第四以后又转过来了 高丝那一下子还没冲上来 前面还是非常开阔 大家看那个方向 还是非常开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进入这个区域必须是一个 必须你是这个什么 Memory Cover Pass 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东西 不知道这是什么 可能需要申请这个 你才能有这个钥匙去开这个锁吧 我们现在没有钥匙开这个锁 这个上上已经是锁住了 所以可能进不去了 好遗憾 非常遗憾过不去 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掉头了 由于岛的剩余部分 需要许可才可以进入 所以我们只好掉头离开 转到前往爱尔半岛的最南端 去那里看看 不过就在我们有点失落的时候 突然眼前出现了几只可爱的野生伊米尔 看到了吗 一点多钟 一点多钟 都有 两只 两只 我想的是假的 四只 又走进去两只 伊米尔是澳洲大陆最大的鸟 仅比鸵鸟小 伊米尔遍布澳洲大陆 也是澳洲特有的物种 伊米尔最高可达1.9米 它们移动的距离非常的广 跑动速度也非常的快 可达50公里每小时 三只 后面还有一只 又再来一只四只 小大海 哎呀 终于站到野生了 跟鸵鸟一样大吧 你看 差不多 四只 哈哈 又再穿下浸和面 树成城 呢 哈哈 葷了 看一看 organizers 先给我的 我 reach 前所属 没有 能看见野生的email 大家都非常开心 失落的心情也是一扫而光 很快我们又重新赶路 继续前往埃尔半岛的最南端 这个地方是可以走下去的 有楼梯一直走下去 这边的海风有点大 不知道是不是说话有没有杂音 但是这边景色非常的好 想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浪打得很高 这个浪非常的漂亮 打在礁石上面 哇 太美了 我们去那边再看一看 近距离的感受 大海感觉还是非常气魄 非常有气魄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值得来 这边是一个叫埃尔 埃尼苏拉那个island 这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半岛 埃尼苏拉就是半岛 然后呢叫埃尔 这个位置呢 是离那个林肯National Park 非常近的一个位置 如果你来那个林肯National Park 林肯国家公园的话呢 这附近的话 你可以大家开车一个小时不到吧 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真的非常漂亮 如果喜欢大海的话 这一条线路绝对值得推荐 然后那边有站道可以直接下去的 这个大 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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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感觉有点像大洋路的感觉 看这边 哦 这个漂亮啊 下面是悬崖 好漂亮 这非常漂亮 那边真的有点像大洋路的感觉 这边真的很好看 而且那边的我身后的教室上面 你还有可能会看见海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 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漂亮 这位真的很美啊 这边应该是它整个这个地形的最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那边立了一个杯 杯上面没仔细看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上面有个架子 那个架子的意思就是当地这个位置最高点了 我们继续向前 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的lookout 也就是最后一个景点啊 这个景点现在路封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 这个是blacks lookout 就是名字叫blacks的一个景点 观光景点 然后它这条路已经封了 今天呢我们就结束这个林肯国家公园的两天的旅程啊 包括整个包括林肯国家公园还有那个 这个半岛就是埃尔半岛这个旅行 然后我们马上就直接返回这个也不是返回啊 马上我们就直接前往这个 Coffing Bay 然后我们已经在那边订了一个can run park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洗个澡不住野地了 顺便呢把水也补充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两天用水还是比较多的 就做海鲜什么的 然后我们到那里今天晚上可以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晚上 明天呢我们会在那个 那个Coffing Bay里面会走一半的路程 然后明天晚上呢会继续住野地 然后我们晚上还会试着抓一些海鲜或者鲍鱼什么的 如果密切好的话啊 OK我们现在准备回程 在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行驶后 我们终于在黄昏时分到达了Coffing Bay小镇 小镇位于埃尔半岛的西面 小镇人口不多仅为611人 距离林肯港约46公里 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海港小镇 我们现在到达这个Coffing Bay的那个Caravan Park 就是那个Coffing Bay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房车营地啊 然后现在停在这边 然后我们办一下入住登记手续 这个营地还不错挺大的 人并不是很多 我刚才看那边比较稀稀拉拉的没有太多人 登记在这里登记 登记在这里登记 你们都没有太多人 你们又没有太多人 那也不错 我都给你们两个单软 我就需要你的名字 有些认识 有些认识 多些一下就有不同的钥匙 可以用这个认识 不用说把钥匙一个传给你们 哦 这样 555 50 它是每一个营地有一个单独的洗澡的吗 应该不是的 它是公共的洗澡的 那是你的洗澡的 我要去问一下那个照片 所以 男的红色 你有两个兔子吗 是的 两个兔子 男的红色 男的红色 对不起 我只需要你的名字 Sam 我不知道哪里是游泳站 有需要的汤膜吗 有需要的汤膜吗 有了 我还是认为没有用 如果会不会滅到汤膜 有的话 我们可以滅到汤膜 有了吗 我们可以滅到汤膜 3分钟 有必要的 有个秤膜驶 有秤膜积平均 那是有道路路的 向上这个路 那是那个道路 有同时有一个 在总厂的残厂店 爷希望 有你有汤子的汤膜吗 没有 我没有 汤子的汤膜 那是鞋子 那是鞋子 謝謝 看起來很優秀 這就是我們 這裡 如果走向街道 有一個大小的地方 在後面 跟洗澡 或者 你可以走向前面 這個地方 這裡 那是洗澡 鞋子 可以配合洗澡 好的 謝謝 謝謝 你可以選擇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好的 謝謝 這個營地還是不錯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的感覺 那邊有一大片 這邊也有 然後我們這邊 這麼一家霸片呢 也是一個錄音點 這個地都整得非常平 然後這邊是 廁所和洗手間 都在這裡 就是廁所和浴室 都在這裡 然後浴室還有鑰匙 每個人還有個鑰匙 去開門 挺好的 那邊很多很多小木屋 然後那邊是 還可以有 可以給那種 就是拖車 還有房車 拖車是房車 還有普通房車露營的點 都還是不錯的 今晚我們就在這寧靜的海港小鎮 扎營 明天我們將進入Coffing Bay 還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訂閱哦 更多精彩內容 請訂閱我的Instagram 或者新浪微博 搜索4WD Explore 或者死去暗險 就可以找到我們了 感謝你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